国富在12次革命后终于成功 而瑞穗建安日照中心辟建工程计划 历经了19次的流标 又碰上疫情期间的冲击 终于在今年辟建完成 8月初市营运后 县卫生局与瑞穗卫生所 乡公所等相关单位 今天上午就特别盛大举行了落成启用典礼 社区长者也迫不及待 齐聚日照中心享受优质的服务 县卫生局长朱家翔 邀请卫福部司长朱建方 及瑞穗乡所会首长代表等嘉宾 共同拉下红布条 欢喜并祝福瑞穗建安日照中心大楼 落成启用 正式加入荒联南区成就服务的行列 让我们预防延缓失能 在地尊严在地老化 在瑞穗乡卫生所主任吴大志的带领 接收下各个与会的长官贵宾 经典入内视察参观 体验整个日照中心设施设备 环境空间规划及动线等等 不只是高度肯定中心的服务品质 社区长者也很满意 做好玩的 开花特意 重重手重都好了 我们大家就很开心了 好玩的 我们还要冲 还要冲 快吼 那这边应该做什么 我当事工 瑞穗建安日照中心辟建工程计划 历经19次流标 原以为可以顺利起造 不料又碰上疫情冲击 建材无聊上涨 辟建过程可说是关关难过关关过 终于在今年如期辟建完成 8月初市营运后 胜利的在今天落成启用 整体来讲 在建筑上是有很大的一个困难 那好不容易有一个建商 他真的是无失无悔 而且愿意舍己的 那个一个爱人助人的模式之下 他来建造这样的一栋建筑物 那从我们整个日照中心的来看就知道 那我们后端的软体的规划 也是大家非常的用心 那都我们考虑到老人家的需要 也想说怎么样 能够让老人家在这里面 过得平安过得喜乐 所以我们在这边真的鼓励 我们瑞穗乡的长者们 都能够来这边体验 甚至来这边共同的生活 让我们一起来为你服务 让我们能够有一个乐临快乐的晚年的生活 民国107年 瑞穗维森所与乡公所向上提报争取 最后获得近4000多万元左右的经费 动工僻建日照中心大楼 提供社区长者一个乐龄学习 共餐生活以及照顾者喘息的地方 日照中心若称启用后 每天上午8点半到下午5点半开放 并且提供多元化多样化的长照服务 也欢迎有需要的民众善加利用 记者十一玉兰瑞士采访报道 实际上飓上 我们需要 我们要求好 再 SENSE 再加上飓 基地 跟 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